汪正年,一位在赵庆倒混凝土的泥瓦工人 每月拿着2000左右的工资 这个工资在2011年并不算低 但是,春节回贵州老家 夫妻俩火车来回费用就得2000多 而骑摩托车来回只需要600元 所以,就算在妻子怀孕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选择骑摩托回家 那月20这天 汪正年给摩托车上游,检查零件 爱车的车身被擦得蹭亮 呼吸也是他们必备的 把行李绑上车后,为妻子戴好头盔 汪正年的摩托小飞队就要出发了 尽管丈夫裹得秘密实实的 妻子还是在身后念叨丈夫冷不冷 就这样,三辆摩托,五个人 开始了长达1350千米的归家征程 刚开始,兴奋的汪正年 车上还放着喜洋洋的残身男 今天天气不错,是个好兆头 贵心次见的汪正年把车开到了80码 半路还不忘把油加满 加油站的人员为起车前的摄像机 汪正年也毫不避讳 说这是他用来记录回家路途的 这段路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 半路上,有辆车没跟上 他们也没着急,停在路边等他 大家都知道 这趟路必定是艰险的 一个也不能少,是他们心照不宣的工时 用来路上提神的音响外放 声音隔老远都能听到 妻子让他音响开小点 担心声音太大 身后车辆的喇叭声听不见 过专门为摩托车设的收费关卡时 汪正年身上没有零钱 便拿了张百元大钞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看了看也没为难 摆了摆手就让他们走了 路边的一辆辆摩托车 即使冒着温险也要赶回家过年 交警的喇叭里 一遍遍叮嘱摩托大军 保持安全车速 平平安安出行 路口减速缓行 关爱生命 也暗示他们接下来的回家路有多难 汪正年不放心怀孕了妻子 时不时的要停下来叮嘱妻子 不要睡着了 过隧道时 眼前一片漆黑 但是 妻子怕开灯耗油 便叫他关了 生活不易 他们只能处处节省 离开广东的地界 天气也慢慢变冷了 开车的男人和车上的女人 手脚都冻得僵又麻木了 大家只得在路边做短暂停留 靠着运动来缓解僵硬 天黑了 气温也更低了 大伙决定找个小旅馆住下来 一个标间 两张床 住了五个人 一晚上只要五十元 老板看他们奔波劳累 也没有多收费 还主动提出 等客人走了 他们的摩托可以停进来 因为他知道 车上都是他们最值钱的家当了 丢不起 他们没有导航 只能靠着饭店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 找寻回家的路 他们没有文化 本子上边写的途经的地名 几乎都是错别字 但是 他们却记得回家会经过的每一个地方 前方的路不论有多困难 那个温暖的港湾 始终牵引着他们前行 天还没亮 他们又要踏上回家的征程 怕自己犯困 汪正年又把音响声音开到最大 好思速响的是回家的乐曲 凌晨的路上很冷 他们的车速也很快 一个不留神 路上突然冲出一只狗 没等汪正年反应过来刹车 便撵了过去 车速太快 加上冻僵的身体 根本来不及躲闪 稍一倾斜或者倒下的 就是摩托车上的三条人命 往西南过后 他们便只能继续上路 天空不作美 下起了小雨 路面湿滑 让北京卖场的路变得更加难走 穿上雨衣 放慢速度 在冷风冷雨中 他们继续前行 摸不清路 就问当地村民 手冻僵了 大家就都听到有落叶枯草的地方 点个火暖暖身子 车子有点小毛病 也是常有的事 只能大伙互相帮忙 用绳子拉着送到修理厂 无论什么都挡不住他们回家的热情 望着年怀孕的妻子身体不适 看起来没有什么食欲 脸色苍白的坐在旅馆床上休息 为了不耽误到家时间 他们短暂休息后又继续出发 车越往前开 天越冷 路面上的积雪清晰可见 山体滑坡的路面上 堆满了石块 回家的路变得更加艰难 进入湖南地界 他们便离家更近了一步 天气太冷了 几个人决定找地方吃饭休息 围着饭店火炉取暖时 也不忘了谭瑞自己走时 工资还没结 汪正言正在和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妻子在旁边叮嘱他 长途漫游一分钟一块五 大家在小饭店吃的这个火锅 已经是路上最好的一顿了 说是麻辣火锅 其实一点肉也没有 每个人一碗饭 就着白菜豆腐吃了吃 如果不是条件不允许 谁不想吃点肉呢 都是为了下一代 可以不像自己一样受苦 吃完饭暖暖和和的 大家又继续出发 接下来 就是他们回家的最后一段路 也是最难走的一段路 积雪越来越厚 路面也开始结冰 甚至有些路已经被封了 他们只能一遍遍掉头 切换路线 路上结冰太厚 车根本无法骑行 大伙只能推着摩托车走 怀悦的妻子呼吱吱的 紧跟着丈夫 生怕滑倒 因为结满冰渣子的路面 免不了一不小心 就是个摔倒 天黑路滑 山里连个旅馆也没有 他们只好硬着头皮赶路 天亮时 汪正年在路边打电话 长时间的受冻 身体也忍不住的颤抖 妻子不停的帮丈夫 拍打衣服上的冰渣子 防止冰块融化 弄湿了衣服 头盔的挡风玻璃 已经动得十分结实 为了不遮挡视线 必须用力敲打来破冰 离家的路只剩几个小时了 大家都提起了精神 一扫疲惫 围在火堆旁 大口吃起了面条 由于时间海拔太高 路段凝动更要严重 前面的伙伴接连摔倒 后面的也来不及反应 跟着就摔了下来 汪正年还怀着孕的妻子 也摔下了车 让人的心也跟着咯噔一声 这对一个孕妇来说 实在太危险 人还没站起来 就听见大伙呼喊着摩托车漏油了 油是很贵 总是要比自己的安危重要 这就是生活加给他们的价值观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大家总能重整旗鼓 继续前行 因为他们知道 父母孩子还在家 等着他们回去过年 路面实在太滑了 大家就在路边用节梗 自制了简易的摩托车防滑链 顺便缠了点在鞋子上 除了摩托车的刹车 脚刹也得用上 日夜兼程 一路上磕磕绊绊 终于来到了十千的地界 大家的心情也变得愉快了起来 看见十千新建的高速公路 汪正年一脸自豪 连以前没有的红绿灯 现在有了他都知道 家乡的每一处变化 汪正年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集市买了糖果和年货 五颜六色的包装 透露着浓烈的节日氛文 回村的路越来越窄 母亲和儿子早已等候在村口 母亲接过汪正年的行李 热情淳朴的邻居 邀请他们来家做客 儿子回家了 老太太的精神都提了起来 汪正年想帮母亲拿行李 母亲不愿意放手 只是用一句 简单的我来提 拒绝了儿子的提议 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女儿 身上 衣服上都是脏脏的 妻子带着孩子去洗脸洗手 长时间的分离 让女儿和他们变得生疏起来 见面也没有叫句爸妈 为什么父母只有春节 才能回趟家 等他长大了 应该慢慢就懂了 按照习俗 那月24这天 家家户户都要杀猪 几个人领着养了一年的肥猪崽子 去宰杀 过年必不可少的就是肉 以前日子穷 所以过年成了大家最期待的日子 外面兵炮声齐鸣 中国传统新年也越来越近了 大家围坐在一桌 吃着热腾腾的火锅 这就是团圆的幸福 春晚无聊没关系 年夜饭年夜一样也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 家人们都围在一起 没有人愿意背井临乡 适合远方之所以美好 是因为他们是主动的选择 而不是被迫的挤压 2011年 东康早报团队拍下这部纪录片 1350千米 看完汪这年的《漫漫回家路》 你不会再嘲笑那些 把音乐外放的摩托大军 也不会在他们燃烧节感取暖时 想到的只是污染环境 对于中国人来说 家人是支撑我们在外打拼的动力 团圆才是一整年辛苦的最大安慰 无论回家的路有多远 有多难 只要想起在家门口 翘首盼望的亲人 归乡人就会风雨无阻 准时到家 奔波的人有一份牵挂 就好似这1350公里 有个叫家的终点 这里是普通人实路 记住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 感谢你的关注